只是喊名字 司机竟然生气 质问对方 两人就在其他乘客面前站在门口争论 年轻乘客疑似是看到车门附近有司机名牌叫着念了名字 没想到竟应赖司机的不满 敌不过司机强硬态度 乘客只好委屈搭乘下一班车 离铺搭车就在南投某客运 司机这样的行为引起其他民众的不满 一上车他就被赶下去了 感觉司机情绪管理不是很好 也是会怕怕的怕说 会不会坐到一班司机情绪突然有不稳定 然后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乘客的安全 同诉民众表示 韩司机名字并没有违规 除非是有重病传染病酗酒漫漫 携带危险物品 造成他人安危的行为 否则司机都不能拒载 而司机态度不佳 业者表示会进行调查 属实的话将会惩处召回教育训练 记者周围翔 王俊杰 彭宇飞 南投采风不倒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